再來看臺灣MeToo的運動 已經滿了一年了 台北東大技術關係 邀車技術家 沾對這個議題 來幾位關係人電攬 回應那般的社會運動 用這條的方式來探討家庭 學校 還有青少年頂頂不一樣 面向的性別保留 對幾百的三戶裡面 競出到他的房間人打辦 這是高雄舒凡大學 學生組成的技術團隊 將孩子玩的班長遊戏變成立體的版本 等於台北東大技術館的關系人 電攬中展示 希望透過遊戏 對他講性別保留在風地 我們相信就是議題可以淪入到 某種遊戲的設計裡面 可以透過遊戲的方式來體驗 這個關係人的主體 電攬幾位人說電攬主要是要回應 MeToo運動 幫助關系人是因為 他認為大家都玩MeToo所見的關系人 希望透過無意以及遊戏 形態的技術作品 演當社會對性別保留異態的關注 這場殘染其實主要是回應MeToo運動 它對我們社會造成的衝擊 那這個衝擊會隨著時間減弱 可是如果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跟這個事件 其實是相當程度的有關係 那這個關係就可以協助你去把這個關注延長 電攬中也有鼓勵 夏佩來增加親主對話的作品 電攬幾位人也希望透過電攬 讓親主機関可以不要拍攝 企圖倫勝貝的位置 其中科選正準由台北報得 我可以替我找回答 我想說 感谢观看